这个地方有我们array bytes 然后要填进去填多少 这边有个1 这边有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我刚刚讲到 1就是它的所影标签 比如1的话就是从中瓜弧1开始要填的 那假设我今天是2的话 那填就是2的话就是它的位置 比如说呢 位置它1、2嘛 所以我这地方填的 就是从哪里呢 从数影值开始 1就是从这边开始 然后呢填 第二个位置就是第二个 1、2也是在这里 所以呢填出来一定只有什么呢 就只有那个位置而已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哦 我填5好了 我执行看看 有没有 这边就是这5 那如果今天把它改成 3 3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今天是从哪里呢 从1 就是我从今天这边0嘛 1 从这边开始有没有 填位置到3 也就是这个是开头 那3的话就是说 这个1、2、3 我填到这里 所以呢我填出来应该就是 5、5这两个会改 其他不会改 哦 这样应该清楚吧 你刚刚有同学 这个地方就过不去了 那4的话呢就是从这边开始 这边开始 哦 那当然如果你先把它改成 2 2到4的话呢 填出来应该是哪一个呢 1 这个是0嘛 对不对 0、1、2到4 从这边开始 填两个 填到4个 这个1、2、3 这个会嘛 这个也会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这个填 这个也填 哦 应该知道这个意思吧 它只是 第一个是 它的开头的 所以标签 值在哪里 第二个值的话 就是说呢 它 它到哪一个位置 哦 为尺 所以这边数字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那改一下大概就知道了 就是说 哪里开头 哪里结束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接下来哦 我们把 哦 刚刚这个范例 有没有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如果说要加入什么 加入早上 我所提到的这个叫做 这个 Utile的这个套件里面的 这个scanner的 class 那我今天要把这个class呢 用在 我的程式里面 比如说呢 我要加入呢 让 user可以直接去key 材料 有没有 key上去 这个值是预设的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要把这个 scanner 这个部分呢 把它套用在这里 该怎么做呢 这边 其实可以 修改一下 早上我们有用一个 范例有没有 还记得吗 就是说呢 如果输入完毕呢 你就要输入-1 最后把它秀出来 那这部分呢 可以跟这个范例做结合 结合之后呢 就可以自行输入这三个层机 然后呢 并且让它秀出来 只是做input input output 那实际上 很多题目 很多题目呢 实际上 都会用scanner这个 这个class 来做 为 这个interface 可以很方便的 输入一些字进去 那如果我希望把 这个sample 跟这个sample呢 做一个 两个 做一个搭配 该怎么做 你们试试看好了 这部分 怎么样把早上这个范例 跟下午这个范例 两个节 并且可以让user 去输入一些成绩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